小奥,给我看看多少钱 一共一百元整 小奥,这样吧,咱们这么好的朋友 我问你的问题,你回答上来我给你双倍的价钱 你回答不上来,那这次的你就给我免费,行不行 就这,三哥,不要小看人,你问吧 假如你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第一站上车二人,下车一人 第二站上车二人,下车三人 第三站上车三人,下车两人 问,公交车司机姓啥 我怎么知道他姓啥 那你姓啥 我姓奥呀 那公交车司机就姓奥呗 爸,你这不是胡说的吗 你注意听题啊,假如你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你不就是司机吗 三哥,你再把昨天的问题问我一遍 我肯定能答对,要是我答不上来 以后你在我这买东西都免费 爸,这么好,行 但是我要是打上来 你就要把今天的东西给我双倍价钱 还有昨天的也要给我 你确定 没问题 假如你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第一站上车二人,下车一人 第二站上车二人,下车三人 第三站上车三人,下车两人 请问公交车司机姓啥 姓奥 错了 不可能 假如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我姓奥,那司机肯定姓奥啊 我不是说了吗 假如你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司机姓甲,名字是如意 你给我 我姓奥 咀嚓 我姓奥 我珍 我珍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